好 第二个无形资产 那么除了内部研发以外 那么企业所取得无形资 初始确实 它的入账价值和税法的计税基础之间没有差异 但是研发除外 除了研发以外 好 那么重点就是研发 内部研发形成无形资产 记住了是绝对重点 是绝对重点 特别爱考家计扣除内容 好 下面来看一下 会计准则规定 研究阶段支出应当废用化 直接进入当期损益 必须过度研发支出科目 那么开发阶段 满足资本化条件以后 至达到预定用途之前所发生的支出 应当资本化最后转为无形资产本 有问题吧 税法怎么说的 税法说了 其开展研发活动中 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 没有形成无形资产的部分 进入当期死亿 到这为止快就视法一样 不一样在后面 那么按规定 在据实扣除的基础之上 再怎么着 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75% 或者是百分之百 那么在税前加计扣除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啊 这是什么 这废话的 那么形成无形资 资本化的啊 形成无形资的 在上述期间 按照无形资成本的 百分之一百 75%或百分之二百 在税前来谈销 所以这就是告诉你的啊 提醒大家考试的时候 到底是75%还是百分之一百 按题目给定的资料搜 就可以了啊 好 特别强调 进行资料啊 那么 上面这个内容啊 上面这个内容啊 要注意 就这句话考多少遍了 人们理由插错更正 说理由答这句话啊 如果无形资的券 不是产生于企业合并交易 那么在初始券时 这初始两字是我加的啊 准则中没有两字 但标准答案中有两字 在初始券时 它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实 按照税法规定啊 按照税法规定 那么这块呢 虽然在这会差异 但是按所得税准则规定 就不一样了啊 你看这个按什么规定 按所得税准则规定 你税法可以加击口图 没问题啊 你可以产生差异也没问题 但所得税准则规定 在这啊 不确认有关的 资讯差异的所得税影响 说白了 不确认 帝人所得实产 不确认帝人所得实产 所以这里必须要明确的啊 就是不是产生企合并 如果产生企合并 那你该怎么确认怎么确认 那么后面我们再讲 和编报会说的 对吧 不是产生企合并 而且初始确认是 它既不影响跨级利润 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 所以记住 不确认赞差异的所得实产 这里要强调两件事 第一个 它产生赞差异吗 它有暂时性差异吗 暂时性 它有暂时差异吗 有吗 有 有吗 有什么差异 是可抵扣的 有暂时差异 是可抵扣的暂时差异 明白了 是有暂时差异 是可抵扣的 但确认帝人吗 确认帝人吗 走不走帝人 走不走帝人所得税资产 不走帝人所得 属于可抵扣 但不确认帝人所得税资产 明白了吗 所以考经常问你 帝人所得税资产多少 零 零可以啊 人家问你可抵扣一段 零 完了 这就完了 可抵扣是有的 是有可抵扣 但是不确认帝人所得税资产 就行了 好 下面我们看例题 假公司适用的所得税率25% 各年税前利润均为一万 21年一号起 假公司自行研发一个专利技术 税法规定 研究开发支出 没有形成无形赞部分 直接记录所意 然后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 75%加计扣除 形成无形赞部分 按照成本的175%参加 一 21年研发支出1500 其中费用化支出的金额是500 资本化支出1000 到21年末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没有转无形赞 没有转无形资产的话 那我问大家个问题 在资产负债表中 列爆的项目什么项目 我说这话 在资产负债表列爆的项目什么项目 开发支出 没错 开发 前面的字变 开发支出就可以了 好 然后接着走 第二 二年发生资本化支出 1400 二年7号 获得成功 并取得专利了 年限十年直线法 那么和税法一样的 那么21年22年末 作得税的处理 来吧 首先年末开发 注意我这用的是 开不是严 老师你写错了吧 为什么写开呀 不写研发支出 上次有学生拿了奖一过来 老师你讲你写错了 你不严谨 那么这个科目叫做研发支出 我跟你说太对了 但是你别忘了 我们是站在资产负债表 债务法来学习的 报表中项目叫开发支出 明白了吗 考过标准呢 也是开 开发支出 年末开发支出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不就1500吗 1500当中费用化不是500吗 剩下的资本化不是1000吗 在这儿趴着呢 什么账 研发支出 科目叫研发支出 报表项目的开发支出 好1000 这第一个啊 因为还没有形成 无形反没有摊销 那么计税基础 税法怎么说 以后是按照成本的175% 作为摊销依据 所以是1000乘175% 算出1750 好 两亿笔 再说明 属于可抵抗差 别跟我说可抵抗差 0啊 我在面书班讲 很多人告诉我 0 张嘴也要错了 别跟我说0 可抵抗赚差 是750 那么确认地缘吗 不确认 理由 研发 自行研发 无形反 不是产生企核病 那么而且的初始确认是 既不影响会计利润 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 所以不确认 地缘所得税次账 但是你要干什么 你要纳税调整 那么应交所得税 的税前利润1万 那么减掉费用化支出500 费用化支出500 再加计75% 跨号完 在场所得税率25% 算出2406.5 叫应交所得税 好 接着看 二年末 二年末的 那么首先年末 无形反 账面价 原值2400 这2400怎么来的 去年的是多少 去年是1000 今年支出1400 俩家在集2400 这原值 那么再接着减掉 2400除10年乘12分之六 为什么 7月1号 7月1号成功了 达到预定用途了 所以 再减掉半年的摊销额 那么算出来是2280 也就2400减120 这是第一 第二 年末无形的计税基础 从税法角度来讲 它是按照2400 乘175% 再接着2400 乘175% 除10年乘12分之六 也就280乘175% 算出 3990 所以你看税法和会计 在这不一样的 税法和会计 账面 账面是会计的 你就按照2400 那么减掉2400 按照2400的这个 除10年半年摊销额 就可以了 对吧 但是从税法角度来讲 在上面的技术上 多乘个什么 多乘一个什么 175% 所以2400多乘这么多 后面2400又多乘一个 这么内容 所以税法说 按照其成本的 175% 来摊销 所以算出 3990 好 那么年末累计的 还是累计的 可调查义 两一件是1710 仍然产生可调查义 但是仍然不确认 点锁的事影响 理由仍然是 自行研发的无形伞 不是产生几何币 且初始确认是既不影响 应纳税所得 也不影响会计利润 所以不确认点锁的事实 但仍然需要纳税调整 所以税前利润是一万 加上会计的摊销 税法不认 加回去 加上2400除十年 乘十二分正 减掉税法认可的 2400乘175% 再除十年乘十二分正 这不最直观吗 这么直观吗 要是我在这有简化方法 可以怎么算都可以 反正你会算就行 算出结果就行 再乘25% 算出2477.5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讲第一种情况 无形攒的研发 满足加计扣书情形 是绝对的重点 第二个 无形攒的后续计量时 会计税法的差异 主要产生于是否需要摊销 然后摊销方法 摊销年限 还有减值准备等等 会计税法不一样 好我们看第一个 无形攒准则规定 对于使用寿命 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是不要求摊销 会计准则不摊销 但是年末必须要检测试 税法怎么说的 税法说了 截取的无形资产 都必须在一定期限的摊销 税法中就没有界定 使用寿命不确定无形资 所以只要税法规定的 那么都必须摊销 都是按不低于十年摊销 这税法规定的 所以对于使用寿命 不确定的无形资产 在持有期间 会计不摊销 税法摊销了 对吧 就造成了账面和计税基础 不相等了 那不等一定叫 应那税段差异 你和我说对吗 应那税 因为会计不摊 税法摊 对吧 因为税法在这 必须要摊销了 对吧 所以以后后面就应该 就记一下 就学多了 自然就知道 一看那题 肯定应那税算差异 第二个 所有的资产 提检值准备 税法都不认 都不认 也会造成账面价值 计税基础 算差异 那么这差异一定是什么 可抵后差异 一定可抵后 上面一定应那税 下面一定可抵后 下面看立体 A公司适用的所得税25% 税前利润还是1万 那么看好 计税时税法规定按10年谈交 一 A公司21年1月号 取得了某项无形资产 成本是1000万 取得后 根据各方面情况判断 A公司无法合理确定其使用年限 所以作为使用寿命 不确定无形资产 所以会计不谈交了 但税法说了按10年谈交 这是第一年 第二年 二年12月31号 简直测试 可收回金额是600 可收回金额变600了 好 其他资料自己看 那么求21年22年的 相关所得税数率 边分路 好 21年 账面价值就1000 取得成本1000 无法确定使用年限 所以不谈交 所以账面价值还是1000 也就是不谈交 而且第一年没提减值 也没提减值 所以账面价还1000 第二计税基础 税法说了按10年谈交 所以原值1000 减掉1000 除10年是900 两亿笔资产的账面价值 大于资产的计税 就增值了 增值了不就应纳税差异吗 不就应纳税差异 应纳税差异 走啥科目 走电所得税负债 100乘25% 25万 好 那么应交所得税 等于税前利用1万 加上会计摊销0 没有 减掉税法 让扣允许扣除了100 再乘25% 算出2475 所得税费用 是应交所得税 2475 加上电所得税费用 为什么费用 这个25万费用 因为费负借费用 借费用不加了吗 算出2500 验算一下 1万成25% 不就2500 是吧 一年有了 然后第二年 二年 二年要提减值了 所以提减值准备 应该是账面价值 还是以前不变 可收回金额600 那么两亿笔算出400 那么提完减值以后 资产的账面价值 一定调整到什么 可收回 一定调整到可收回金额 600 好 这是账面 既税基础税法说了 还是按十年谈销 所以一千减掉 那么是100乘2 两年了 算出了800 两亿笔 叫可抵扣 资产产 停 问题出来了 这种题到现在没有考过 所得税 我讲过很多内容 讲过很多内容 慢慢都考了 说上都没有的 所以我归纳所得税 非常全面的 慢慢都考了 但这个内容到现在没有考 我想提醒什么 提醒的问题 去年你干嘛来着 去年你再有什么差异 是应纳税赞差异 对吧 去年应纳税赞差异 对吧 那么今年什么差异 今年是可抵扣的赞差异 今年是可抵扣的赞差异 性质变了 性质变了 注意都没问题 所以再看 点锁得税资产的余额 就是200万 上面一减200万 成25%是50万 发生额 再往下看 发生额 先看下面哪个 发生额 点锁得税算 发生额是 本年末减 上年末 上年没有 上年末是 点锁得税负债 所以是零 算出还是50 这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我们再来看 点锁得税负债的余额 那么期末是零 因为期末没有 应纳税差异了 变成可抵扣 所以期末零 减掉年初二数 负二数 什么意思 转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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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点锁得税费用多少 我们先负二数 负二数 分落我说一下 是借记点锁得税负负贷贷负贷贷 那么第二个 你再跟我说那个什么 那个资产 这个50分落 借的是点锁得税负贷贷贷贷贷贷 贷的50 最后算出负七数 所以点锁得税贷贷贷贷 然后再看 应交所得税 等于税前利用一万 加上四板 税把认这个减值四板 我认 给我加回去 减掉税法认什么 认这个摊销额 一万 再乘25%算出2575 所得税用一定是2500 自己算去吧 应料所得税2575 减掉点所得税费用 七处等于2500 一万乘25%一定是2500 那我做对吗 我做一定是 一定没毛病 好 提醒大家 刚才归纳过好多了 如果没有所得税费变动 也没有内部研发 也没有非赞差异的特殊情况 那么所得税费一定是 税前利润成25% 一定是这样 那你内部研发也得排除在外 也得排除在外 好 这是我们讲的无形资产 那第一个固定资产 第二无形资产 我们讲完了 下面往下接着看 第三个问题 以公允价计量 其次变动 既有当期损益 或既有其他综合收入金融自然 还有一个 投资性房地产 好 对公允价计量 其次变动 既有当期损益 或者既有其他综合收入金融自然也好 那么 投资性房自然也好 他们在期末的时候 他的账面价值 一定调整到公允价了 公允价和账面价不相等 那么一定要调整到公允价 差额 要不然记住损益 要不然记住到其他综合收益 对吧 但税法怎么说的 税法说了 企业在于公允价值既量金融资产 金融负产 以及投资性房产时 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 是不得记录到当期的应纳税所得中的 不能记 税法不认 所有的公允价变动 税法都不认 什么认可 什么认可 实际处置或结算的时候 税法才认 那么那个时候 用公允减账面 公允就取得的价款 减掉账面 这个账面指的是税法的账面 不是快账面 所以公允减账面 也就是减掉税法中的历史成本 或者历史成本为基础 那么这个基础 那么确定的这个处置成本后的差额 那么这个差额才记录到处置当期的应纳税所得中的 所以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 税法一概不认可 一概不认可 只有处置时 那么是税法认的那个售价 税法认的售价 对吧 也叫公允价 减掉税法的账面 不是会计账面 税法的账面价 就是税法的继续继续可以 那么这两个差额才记录到当期的应纳税所得 所以按此规定 以公允价计量的金融资产 在持有期间的公允价值变动 在继续时考虑吗 就不考虑了 因此账面和继续技术之间会产生差异 这个差异增值了 赢纳税简直了可抵抗 第一年我说的是 好 下面看例题 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25% 税前利用1万 21年初赚用差异 没有 好 这张资料不看 一 21年11月20日 甲公司自公开市场上购买了一个股票 股票 权益性投资 分类为交易性金融资 或指定为其他权益公积投资 分类就为对比 考试不会俩同时考的 那为什么老给你加这个 老是有学问问我 老是考试我俩画表格吗 我画表格我前面说了多少次了 别给我画表格 考试时只会考一个 我仅仅是为对比说明 支付价格是一千 年末供应价涨了一百万 涨了一百万 停 把分类说出来 说年末的分类 供应价变成一千一 涨一百万 说分类 交易性金融资分类是 借记交易性金融资 二级科目 供应价值变动 代记供应价值变动 是一百 这一百税法认吗 不认 影响利用了吗 影响 所以需要纳税调节 能没毛病吗 那么那个呢 其他权益供应投资 借记其他权益供应投资 带着其他综合收益一百 这个需要纳税调整吗 不需要 为什么不需要 它就其他综合收益 不影响损益 不影响损益 是吧 好 这一件事 接着看 二年十二月三日上 该投资的供应价变八百了 变八百了 供应价跌了 那么跌多少 八百和这个多少 一千一区比 分路做反分路 对吧 做反分路 这没毛病吗 好 那么现在两种情况下 二一年二二年 与所得税相关的快捷分路 那么第一个 交易性精神 这边交易 这边其他权益供应投资 仅仅为对比说明 好 先看那边 年末账面价值调整到供应价 一千一了 这没毛病 对吧 但税法认得计税基础 只认买的时候成本是一千 买的时候成本一千 好 两亿笔增值一百 增值一百应该叫做什么 叫做应纳税赞争差异 两边一样 两边一样 好 基本上走 这个应纳税赞争差异 走啥科目 电所得税负债 这一百成25%是25万 那么这边呢 一定要注意 这边电所得税也走负债 为什么增值了吗 也走电所得税负债 25 最大区别出来了 下面这个 那么这边走电所得税负债 对那科目谁 是 所得税费用 也就是二级科目 电所得税负债是25 因为它影响损益了 影响损益了 所以这个分路应该是 借的是什么 借的是 所得税费用 带的是电所得税负债 那么这边呢 这边就要注意 你带电所得税负债25 对那科目谁 一定是其他聪合收益 为什么呢 因为公允价值变动 不影响损益 因此电所得税资产也好 电所得税负债好 电所得税负债好 电所得税负债也不能影响损益 也得进入到其他通过收益 也得进入其他通过收益 好 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啊 接着看 英交所得税 税前利润1万 减掉100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记录到公允价值变动 随可谋 税法不正 纳税条件 长百分之二十 而这边呢 不需要纳税调整 不需要纳税调整 为什么不需要纳税调整 因为公允价值变动 记录到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不需要纳税调整 好 这边所得税费用是英交所得税 2475 加上地缘所得税费用 算出2500 而这边呢 这边的所得税费用就是2500 那么其中那个是地缘 那个地缘对的科目 是其他通过收益 好 再接下来分路 这边借所得税费2500 带地缘所得税负债2500 然后带英交税费 英交所得税2475 这边呢 借所得税费2500 两个一样 然后看好了 带记地缘所得税费2500 那么借的什么 其他综合收益 带英交税费还是2500 带英交税费还是2500 所以这个内容 所得税费用都是一样的 英交所得税费不一样 那么这边呢 因为有一个公允价值变动 就利润表了 所以需要纳税条件解出来 而这边不影响利润表 不影响利润表 还是2500和所得税费用 那25对25 25对25 那么这边地缘所得税费 对的是所得税费用而已 好 这是第一年 接着看 二年 年末公允价 公允价多少 公允价是800了 所以年末账面价值调整到800 而计税基础税法仍然认得最早 最早买的时候成本是1000 两亿比累计的可抵扣差异是200 停 方向又变了 可抵扣差异 去年什么差异 往前看去年什么差异 去年叫什么差异 叫应纳税 去年应纳税差异 今年什么差异了 今年是可抵扣了 方向又变了 兴趣又变了 人家说老师 能不能会出现 点索得税资产 或点索得税负责 出现反方向余额 不可能 不可能 点索得税资产 和点索得税负责 不可能出现反方向的金额 不允许出现反方向金额 那么这是第一个问题 问完了 第二个问题还得说老师 这点索得税负责啥意思 什么意思 点索得税负责 咱说这边吧 说这边 老师点索得税负责 有一次一个学问 我老师都特通俗话 跟我说 点索得税负责啥意思 你琢磨琢磨 这么一件事吧 这个一百万 是吧 应纳税一百万 什么叫应纳税资产财 应纳税 应纳税是今年不交税 是今年不交税吧 这一百交税不增值了吗 税吧 说今年不交税 未来交税 我欠国家的 是我欠国家的吧 我欠国家的 我欠国家 所以这叫什么 这叫做点索得税负责 点索得税负责 那么没问题吧 所以为什么负责 是我欠国家的 我欠国家的负责 对我来讲负责吗 那么点索的资产呢 点索资产呢 资产来讲 是国家欠我的 比如说坏账准备 坏账准备 我们是属于科底扣 科底扣走点索得税负责 我说过了 坏账准备 今年不让扣 未来让扣 早晚让扣 国家欠我的 所以对我来讲点索得税负责 因此点索得税责 和点索得税负责 不可能出现反方计 所以必须要把原来点索得税负责 冲到零 冲到零以后 那么再产生新的点索得税责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兴致变了 一看着变了 这个内容他现在没考过 好 我还在接着走 那么这块是 是科底扣差异 走什么科目 点索得税责 两百成百分之二是五十万 是五十万 那么这边点索得税责 也是五十万 两个变在一起了 然后这边再接着看 那么点索得税责 发生了本年末减上年末 上年末零 上年末是英纳税的 所以算出了五十 那么这边也是五十 两边都要 好 那么再看这边 那发生额呢 发生额我们算什么 我们再算点索得税负债 刚才我们算的资产 资产 我们再来看点索得税负债 本年末 英纳税差几零了 变成可底扣了 是零 减到上年末二十五 负二十五 负二十五 那么这边点索得税负债 也应该是负二十五 好 没毛病吗 没毛病 再接着看这边 点索得税费用是多少 第一个资产 那五十 资产五十说翻路 借点索得税资产五十 贷费用 所以是负五十 是负五十 那么再说下面这个 二十五 这二十五 负债在 在借房吗 借记点索得税负债 负债 负费用 所以负的费用 人问费用 人实际收益 所以答负的 负七十五 那么这边呢 这边也应该是正七十五 是对应的什么 其他综合收益 那边对的费用 这边对的其他 正七十五 好 那么这边呢 应该所得税 税前利润是一万 加上公允价值变动损失税法 不是 八百和一千一 不是三百吗 那么你不是借了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了吗 税法不认 给我加回去 加回去 收益不认 损失也不认 加回去 括号再乘25% 算出二五七五 这边呢 不需要纳税调整 因为公允价值变动 就其他都会收益 好 所得税费用是 应该所得税是 二五七五 减掉七十五 负的吗 加负的 不是减七十五 算出两千五 那么这边呢 就是两千五 好 再接下来分路 这边借所得税费用 两千五 然后呢 接下来 借地元所得税资产 新确认的 五十 同时把原来的 地元所得税负责25 充干净 所以地元所得税负责 变成零了 变成零了 对吧 新产生地元所得税资产 是五十 代应交税费 二五七五 这边呢 这边借记所得税费用 是两千五 两千五 那么带应交税费 两千五 然后带的是 其他综合收入 七五 那么一个是 地元所得税资产 五十 一个地元所得税负债 是二十五 然后把负债充掉 产生新的地元所得税资 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是 他两边的账务处理 我们都给他讲 除此以外 其他债权投资 我们在前面介绍过 其他债权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是基于其他综合收益的 那么这块呢 也不需要纳税调整 好吧 好 这题就到这 先往下看 好 先往下接着看 下一个 投资性房地产 最近考过好一次了 好 A公司适应的所得税 百分之二十五 税前利润是一万 税法规定 折旧方法 折年限 会计和税法都一样的 同时税法规定 税法不认可 资产在持有期间的 公允价值变动 公允价值变动 都不既有应用税所得 所以投资性房地产 这个词 这个术语 这个名词 在税法中就要没有 税法根本不认 会计中的 起码有两个 会计中起码有两个 一个是长期股权走资 权予法 税法不认 税法只认成本法 再一个 税法不认可 投资性房产 税法只认可固定产 明白了吗 所以在这 处置时代交税 所以这块 税法不认公益别动 但认得税法折旧额 好 下面我们来看 第一个资料 21年1月1号 将其某自用的房屋对外出租了 并产公益模式后 将考的就是公益 考的就是公益 房屋成本是5000 年限20年 转为投资性房产之前 已经提折旧提了4年了 直线法提折旧 残余为零 该房屋在21年1月号 账面价值4000 怎么来的 是原值5000 减掉4年的折旧 5000除20年乘4 那么账面价值是4000 而当天供益价是5000 供益价5000 高于账面价值4000 高于账面价值4000 差额在贷方 贷的是什么 其他综合收益是1000 这1000马上就有事了 考的就是1000 考的就是1000 这1000我们教材没有理题 没有理题 但我早就讲过了 我早就讲过 这个内容大家要知道 这是增值了吧 增值了吧 所以这个内容 如果说资产增值了 马上想的是点锁的税负贷 点锁的税负贷 没毛病吗 增值什么 公益价高于账面价值吗 那么代计点锁的税负贷 对应的科目谁 是其他不可收益 1000乘25% 1000乘25% 明白了吗 所以说这个事儿 真的挺讨厌的 在初始确认时 在初始确认时 是在转换时的初始确认时 这个差要确认 不是因为这个投资金网产 是把没力词 他最早最早初始确认 应该是4年之前 所以这个内容 严格说并不是初始确认 我只说投资性房法 因为税法不认投资性房 因此 这一块以前一定要弄清楚 带点锁的税负债同时 还得借其他综合收益 借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这个题曾经口什么 这么问你 人问你啊 21年末就要提 21年末 资产负债表中的 其他综合收益 列宝金额多少 资产负债表中 其他综合收益 列宝金额 列宝金额是1000 乘75% 我说对吗 没有啊 不行啊 你这带了个 其他综合收益 还借了个 其他综合收益 带点锁的 是负债250 那么剩下不就是750吗 是吧 好 接着走 那么21年末 投资性房的公民价是6000 6000和5000涨了1000 借记投资性房地产 二级科目 公民价值变动 代记公民价值变动 所以1000 这个1000税法是不认可的 那么要纳税调减 纳税调减 综合分析完了 二 那么二年末 公民价跌了 跌到5600了 好 那么21年 二年末 所得税处 首先21年 年末账面价值 调整到公民价6000了 所以账面价值6000 税法不认 税法不认 税法就认固定三 所以税法原值5000 减掉5000 除20年 乘以5年了 之前不4年吗 之前不4年吗 要了一年 要出租也5年了 所以税法就认 它的折就 原值5000 减掉5年的折就 算出3750 好 两亿笔增值了吧 账面价大于资产的 计税就增值到 应纳税算差 两亿减算出250 有了250以后 那么电所得税 负债的年末金额 250乘25% 算出562.5 有了562.5 发生额就是562.5 没问题吧 这都好办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代计电所得税负贷债 562.5 那么借什么 好 那么借什么 其中有一个 对那其他综合收益 借借啊 借了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金额是1000乘25% 1000乘百分 那么这个250 是对那其他综合收益 剩下的部分 对的是所得税负贷债 倒计出来 562.5 扣掉250 是312.5 好 再接着看 应交所得税 应交所得税的税前利润 税前利润一万 减掉公民价值变动收益 年末是6000 转换的时候是5000 转换是5000 5000 公民价值变动收益税法 不是 所以减掉公民价值变动收益是1000 那么税法认什么 税法认得救 税法就认得20年得救 所以是什么 5000除以20年乘1 本年的 本年的一年 括号再乘25%算出2187.5 那么所得税费用等 应交所得税2187.5 加上电所得税费用 312.5 算出2500 验算一下 你拿一万成25% 不就是2500吗 我做对吗 绝对的 没毛 翻路 借所得税用2500 然后借的是其他综合收益是250 代季电所得税负债 合计金额562.5 代应交税费2187.5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一年 第二年年末账面价值已经调整到供应价5600了 那么计税基础税法说我就认得救和原职 所以计税基础5000减掉5000除以20年乘6年了 出租两年之前4年6年了 算出3500 两页价仍然叫应纳税 资产的账面价值仍然大于计税基础 仍然叫应纳税 这没有变方向 那么金额是2000好 那么接着看电所得税负债 年末金额是2000乘25% 算出525 那发生了 本年末余额减上年末余 余额都是余额 本年末余额减上年末余额算出负的 37.5干嘛 转回来了 转回来了 好37.5 我再问一下 这37.5 你告诉我是电所得是费用还是收益 电所得费用还是收益 马上想分路呗 这负的负债吧 这是负债负字在借房 借电所得是负债 代计所得是收益 收益 那我问你电所得是费用 达多少 达负的 达负的吧 算是其他 好应交所得税等于税前利润1万 加上供应价值变动损失 那么本年末供应价值上年末比差额税法 收益 减掉损失过家 加上供应价值变动损 再接着减掉税法认得本年得救 一年得救 5000除20年 括号再长25% 算出2537.5 2537.5 好 那么所得税费用等于应交所得税 2537.5 减掉 电所得税收益 37.5 刚刚给我减了吧 37.5 算出2500 验算是不2500 1万乘20% 是不是2500 翻路 借所得税费用2500 借的是电所得税负债 37.5 转回了 代应交税费2537.5 就可以了 好 这个题到这就做完了 好 那我再拓展一下 有学生问我 老师你转换时 公免价高于账面价差额 那么是进入到其他所得税费 那公免价低于账面价值呢 试试 咱试试吧 没问题 好 那么这条题 还是用全部资料 假定账面价还是4000万 还是4000万 这4000万就是5000减掉 4年得救 4000万 那么转换时的公免价变了 公免价变成3000了 所以公免价变3000了 公免价低于账面价4000 插在借方 借什么科目 借的是公免价值变动损益 这个公免价值变动 所以税法是不认的 税法不认 对吧 所以这要考虑纳税调增就加 好 年末公免价不变还是6000 那么6000和3000 涨了3000 公免价值变动收益税法也不认 给我减掉 这个给我加 没有问题吧 好 21年末 账面价值调整到公免价6000了 而计税基础税法仍然认的是原值减折就 5000减掉5000除20年乘5年算出3750 好 两位比仍然是应纳税赞差 一是2250 应纳税赞差250 那么250乘25% 走什么科目地缘所得税负债算出562.5 发生额呢 还是562.5 那么对应的科目谁啊 只能是都是影响损益的 没有影响其他中和收益 所以对应的科目一定都是所得税费用 所以确认地缘所得税费用正的562.5 因为负债是正代负借费用 都是562.5 应用所得税的税前利润是1万 那么加上供应价值变动啊 第一个损失给我加回去 在转换时 转换时供应价低于账面价差额1000 给我加回去 减掉这个3000是年末供应价6000和3000的差额 供应价便能收益税法在这也不认 给我减掉损失加回去 收益减掉 再接着减掉税法认得折旧 5000除20年乘以年 中国号再乘25%算是1937.5 所得税费用是应交所得税 也就是本期所得税费用1937.5 加上电所得税费用算出2500 验算一下吧 1万乘25%不就2500 那翻路借所得税费用2500 带电所得税负债是562.5 然后带应交税费1937.5 所以这1937.5得纳税调整的汇算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题目 接着往下走 二年分路同上不再解释了 好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21年的考题 跟我的差不多 假公司对出租的投资性房地坛 探用工员模式后纪要 适用的所得税25% 19年12月20日 假公司以2亿元购入一个写字楼 然后呢 19年12月31日 以年租金1000万的价格 那么出租给了你公司 然后20年1月号起开始收租金 等会儿 我得先问第一件事了 19年12月20日 假公司以2亿购入写字楼 是借投资性房地产 还是借固定产 什么租出去的 是19年12月31日 那是20日 这是什么20日 这是3月1日 所以从这头 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那么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这就是一个考试 给你挖了个坑 太大的坑了 所以在12月20日 买的时候是借着固定产 然后呢 31日再租出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公典价 高于账面价 还是低于账面价的问题 没问题吧 好 那么19年12月31日 那么当天公典价 做了2.2亿 那么转换时 也就是12月31日 转换时 公典价高于账面价 差了0.2个亿 进入其他通过收益 然后再往下接着走 20年末公典价是 2.22个亿 看到了吗 好 税法说了 按50年提得救 以直线法提得救 好接着看 那么20年初 低延所得税资本和低延所得税 负债账面价值都是0 也不考虑其他纳税调整 是这样了 那我问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19年末 应确认其他综合税 等会儿啊 年末 看见到吗 就资本负债表中 列报金额就完了吗 是其他综合税2000 再说对吗 我们看过程啊 我们来看过程 首先一定要明确一个问题啊 那么首先12月20号 买的时候一两个亿购入的时候 当时全固定产 对吧 然后呢 12月30号 19年12月31号 那么转为投资进房产 当天的供应价是多少 是2.2个亿 2.2个亿 就2万2000啊 2万2000 对吧 2万2000 那么买的时候2万啊 买的时候是2万 现在是2万2000 对吧 多多少 多了2000 所以这2000 记录了其他综合税 也没毛病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你这块走的是 其他综合税 别忘了 还有个电锁的税 你不反应吗 还有电锁的税呢 所以 那么在期末 公允价与账面价值之间 它是记录其他综合税 同时还得走电锁的税负债啊 你不增加吗 走电锁的税负债 电锁的是负债的金额 那么就应该是 2000成25% 代记电锁的税负债 借其他综合税负债 所以说 在这儿 在这儿 是2万2000 减掉2万 那么成75% 算出应该1500 所以A显然在这儿不对了 人没问你转换时 人是问你是年末 资产负债表当中的 其他综合税负债 所以A在这儿不对了 对吧 好 B19年实现利润总额3000 这税钱他没给 那么我得问一个问题了 租金什么时候开始确认租金收入 是20年开始确认租金收入 这是第一个吧 那么第二个 19年转换时 公运价高于账名价差额是代方 没在借方 也不影响损利 也不影响损利 也没有确认租金收 也没有影响利润总额 所以B在这儿不对 这数不知道怎么来 我都不知道怎么来的 瞎给了一个数 瞎给了一个数 估计是 就瞎给了一个数 所以就这个咱也没办法 就这么到了 就这么到了 好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照顾接着走 那么照顾接着走 下一个内容 20年实现的利润总额 实现利润总额 首先租金收入1000 租金收入1000 对吧 这个租金收入没毛病了 那么第二个 已经转为投资性房的公民价 所以公民价又变了 公民价最早是2.2个亿 后面变成了2.22个亿 所以公民价高于账民价差 是进入到公民价值变动损益的 所以这块又多了一个什么 又多一个200万 所以合在一起 1000的租金收 再加上公民价值变动收益 那么是1200 这1200这数 那靠谱了 这靠谱了 好 这一个 然后再接着看 那个地显像 那个地显像 年末点所得是负债的账面余额是650 这650我们得算一下了 我们还得算 不算算不出来 投资性房地上账面价值 调整到公民价值22200 而既税基础税法就认折就额 所以2万减掉 2万出股时间是19600 所以年末地显所得是负债的账面余额 就是账面和计税基础之间差了成25% 算出650 这个证则 算的什么 余额 他没问你对应的科目 对应的科目 你还得扣掉 那个期初的那个金额 那个走了地显所得税 什么 那个地显所得税 负债对应的科目 其他综合税 扣掉其他综合收益金额 这证则没问 没有问对应科目 就问地显所得税 负债账面余额 我们住坏经常问账面余额 这最简单了 所以算出650 这个对了 所以答案C和D是正确 C和D正确 其他都不正确 好 那么解释内容 刚才已经说过了 自己来看就可以了 好 到了为止 到了为止 那么我们的投资性房费说完了 那么这个支点 最主要问题是 特别爱考的 就是金融资产 金融资产 你可以是股票 考的最多股票 一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一个其他权益工投资 除此外债券 债券也可以考 是其他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要对其他债权投资 那么有人问老师 其这个债权投资会有差吗 债权都会有 会不会有税法快据不一样 如果你的购买债权投资 是企业发行的债券 没差 听懂了吗 如果是你购买的是企业债券 没差 但是如果你购买国债 那么作为债权投资的话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国债利益收是免税的 那么这个内容是属于永久性差异 永久性差异 那不属于赞争差异 对吧 那么第二个 其他债权投资 这块就要做有赞争差异了 其他债权投资的话 你注意问题 其他债权投资 这个其他债权投资 公领价值变动 是寄入到其他综合收益的 税法也不认 但是你走地盐所得 是自然地盐所得 是负债无所得 定的科目谁 定的科目是 其他综合收益 寄入其他综合收益 类似于什么 类似于其他 选意供给投资而已的 好 这是我们讲的内容 下面往下记得看 第一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